國民黨籍的統管政府館長 葉祀部員社群探討 國民黨在今天再去開口議會 通過把這個葉祀部員開讀統籍 另外本來的問題有報道說 有行政院的官員說 行政院有工業法 在這9年就知道葉祀部員有問題 工業法就要求統籍協力政部隊 立法院團圍 要求葉祀部員提前提供 不過行政院無管他進行 立法院本人也嫁到無管他嫁說 通管府政府管長葉祀部員社群探討 行政院的工業法三年前 在內建部長臨來就接到歐含基部 雖然不須處理 不過要求政法單位繼續打扮 為替報道幾次 有行政院官員 透過今年三四月 政法單位用工業法報告 確認葉祀部員可能衝傷 不動搖車日本的風機問題 工業法雖然在那當中的 內建部長在公館要葉祀部員提早提休 不過工業法並沒有公館因 這空館跟了病人團為吉雪同地部室點 入世本 因此提供各位提休 那當時因為有一些檢舉函 跟同仁間聽到的一些風文 有若干符合之處 所以院長在擔任內政部長的時候 就把這一類的信函 交給政風單位 來做徹底的查辦 雖然在那個時候 並沒有查出具體的不法的施政 但是政風單位也沒有放棄 繼續的了解 這也就是為什麼經過多年的布線 跟追查 才有了進一步的突破 全數出席委員一致通過開除夜市文的黨籍 聯能會議立即決定要在隔天的晚上就召開 那麼因為聯能會議要召開 所以考機會就必須在他之後 那所以在時間的點上面都是非常緊湊 並沒有時間以上有任何拖延的問題 因為這件合計自台北案 同意法下定國部會修長 未來不可以接受青春交代 那是發言不可能有有方便的方向 就算公佈這麼窮困的修正 也應該先做出條件 這部電影方向的處理 既正中學部長